清廉区公所与新北市文化局5号在碧潭举办永爱碧潭水岸传情活动 项目同时在东岸登场的重头戏、裁接加年华以及艺文市集热闹滚滚 数百位今天在地社区社团民众打扮成了各式各样的造型 让碧潭增色不少 而艺文市集提供了民众免费体验手作DIY 大家都觉得相当有趣 永爱碧潭水岸传情活动5号在碧潭登场 从早到晚一整天的活动 最热闹的莫过于校的采接加年华以及艺文市集 由新北市乡土文艺推广协会 号召在地社区、社团、学校与礼办公处所组成的18个采接队伍 从下午1点钟起就陆陆续续在碧潭东岸集合 每个队伍都有各自的主题风格 不管是卡哇伊的卡通造型或是童趣十足的动物装扮 还是有着在地特色的乡土风味都相当缤纷亮眼 加上了许多大型的装置艺术 让碧潭顿时增色不少 一进入这个现场就感受到我们非常热闹的气氛 非常感谢我们这些团体 针对我们这个地方拥抱着热情 献出热情 虽然烈日当头汗水直流 不过参与采接的所有人还是不觉得辛苦 带着兴奋无比的心情 从碧潭东岸步行出发 浩浩荡荡荡的队伍将整个活动带上最高潮 而永爱碧潭活动另一个重头戏 就是下午同时在碧潭东岸所举办的艺文试集 指头位在地艺术家带着包括了针雕 彩绘 造型气球 环保艺品等拿手绝活 让游客可以在水岸边亲自体验手作艺术的乐趣 大家都觉得好玩又有趣 你觉得雕刻这个的乐趣在哪里 这是一门艺术吧 对 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自己挖 然后可以做出自己想要的那个字 图案 在现场提供免费DIY体验的艺术家都表示 这场艺文试集让民众有机会可以亲近艺术 推广艺术相当有意义 今天文化局办了这个活动 让小朋友可以来这里体验一下 是很有意义的 这个是我们反摆过打包袋 随处可得的东西 可以做成这样的作品 就是说请大家不要浪费这个东西 这次的勇爱碧坛实案传情活动 号召了许多新店在地社区艺术家与团体共同投入 除了成功推广碧坛观光 更让人感受到了浓厚的在地人情味 记者身边张门琪 新店财宝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许多新店